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我们一直都说,杨幂火了十多年了,是娱乐圈里的长青树,殊不知,其实郑爽,也在圈中,火了十年多了,而且,在这十年里,杨幂是各个方面,都被外界黑过。 可郑爽是几乎什么事情,他都做了,英系生情,为爱付出,和歌手恋爱,与男友秀恩爱,参加节目,分手纠纷,包括放飞自我。 可是,做了这么多事情后,他依然是娱乐圈的当红小花,从没有缺席过热搜,依然有很多忠实的粉丝,这才是最让人佩服的。 至于他是怎么做到的,可能是凭借他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出众的颜值吧。 郑爽最近的热搜,是退出追光吧哥哥,后,又重新加入。 郑爽表示自己,去协调退出了,但是,没有协调成功而已。 一个郑爽给一档节目,带去了热度,应该没有哪个小花,有这样的勇气和底气吧。 郑爽豪宅,郑爽独立生活,郑爽前男友,张恒等等。 总而言之,关于郑爽的热搜词条,实在是太多了,要是换作别人,早就被全网攻击了。 可是,郑爽在节目中的真实发言,却还俘获了不少路人的好感。 哪怕他如今,没有什么影视剧作品,一直流转于,各个综艺节目,热度还是居高不下。 只不过,这样有热度的郑爽,最近也因为一件事情,遭到了质疑。 郑爽官宣了,某高奢品牌的代言人,随后就被其他艺人的粉丝,调侃说,郑爽不够资格。 甚至有一些路人,也觉得郑爽,虽然有高热度,可是这样的高奢品牌,找他代言的话,是不是有些不合适。 但是,在品牌的官微、评论区里,我们能够,明简地看到,郑爽粉丝的战斗力,似乎丝毫不输给当同流量小生。 过了这么多年,郑爽粉丝的实力,依旧是能打低。 所以说,未必高奢品牌的代言人,就一定要是顶流。 郑爽在娱乐圈里,火了这么多年,国民度和人气,已经有了稳固的基础。 而他那敢说,敢做的性格态度,也不会让自己,轻易翻车。 所以,找郑爽做代言,未必就是,不合适的。 但是,就因为郑爽接了,这个品牌的代言,最近也被吵得不轻,甚至还被爬出之前,在某二手平台,售卖过该品牌的产品,也是有些意外。 怎么说呢,郑爽在娱乐圈里,一直都是一个,很神奇的存在。 刚出到那几年大火,戏里戏外,都是大家心目中的小公主,路人员爆棚。 后来即便是路人员下降,她的口碑,也遭受到了,很多的质疑和攻击。 但每个人心目中,对郑爽的看法,都是不一样的。 郑爽也总是,给大家展现出,很多不同的状态。 这些年大家都说真性情,可能只有郑爽,真正做到了,在娱乐圈里,将个性发挥到极致吧。 所以,有人看不惯她,但也不能够否定,她依旧是,火了十多年的女明星。 有人说,郑爽不演戏,也挺好的,至少演技,不用被吐槽。 多参加一些,综艺节目,或许能够让她的路人员,有所提升。 毕竟,谁不喜欢看郑爽的,耿直吐槽呢? 安?她走了她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